喂 是不是真的上了 今天正月十五 現在仍然是嗎 是呀 仍然是 祝福大家的花好圓圓 最好是不要人面桃花 今天是中國情人節 所以一望這兩位 俊男俊女 真是令我心神一爽 一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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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一爽 兩位相當 月木 除了甲木 除了月木 有時候 不是有意頭 有時候都要省 內心真的有很多東西 調氣不順 發生的 那件事 我覺得香港 是一個計時炸彈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三位 連朱哥 都是承擔 公共工具的人 不是 林鄭師 林鄭是很安全的 是吧 他理得他下面爆炸 汽油彈也好 坦克橙地鐵都可以 不要緊的 他不會用八達通 他根本不回答 但我又回答 例如我們的 發哥危險 然後兩位 德國很危險 他不回答 但是柳都說現在行動不變 安全一點 真是慘 是啊 那 究竟 現在這件事的核心是什麼 我想 就是 我們的核心是習主席 香港政府 是 習主席 是 習核心 這件事的最重要的關鍵在哪裏呢 就是香港政府怎樣處理著 香港的醫療制度 又去搞好這個精神科 這一科 原來呢 是很多人有的 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少的 是 是很多人想 或輕或重的精神科 的疾病 又是這樣 我覺得網台界特別多 網台界特別多 特別多的那些 那些神智不清 胡言亂語 前言不對後語 沒錯 還有這個 視力不分 是的 跟著 這個 口外 什麼 木邪 那些 那包括就是 包括 包括 包括那些癡男 那有怨女 跟蹤怨女的那些癡男 其實都是精神科的病人 是啊 所以我再說一次 我不會搞枉罪的 OK 因為呢 太恐怖了 這個世界最恐怖的 並不是共產黨 是癡漢 繼續 嗯 所以我呢 心裡有感受 心裡有感受 這件事 是吧 那 為什麼呢 兩位呢 看看 他們現在是否有政幹 你看看他們的政幹 有沒有說到 怎麼說香港的疫苗制度 好像都沒有什麼著墨 是吧 我現在馬上看 給我一點時間 但是呢 首先呢 我們現在是五位候選人 但是呢 是有人就沒有出政幹 那我們就知道 這件事 是吧 那現在我就在開 我支持的那位候選人 的政幹 你們先說一下 我毫不偉言 我是誰的支持者 是不是 我很清晰的 你們說 繼續說 先說 我沒有看的 我呢 我就 從一些精神科的醫生 那這些醫生呢 曾經就是 看過街證的 就是做過政府的精神科醫生 現在又出來自己掛牌 做私家醫生 那這些醫生呢 第一給我那個 這個 香港精神科醫生的概念呢 第一 就相當多的 不是少數 不是我們幻想中那麼少 第二 香港的政府呢 其實 撥款給社工呢 去搞好這個精神科 這個項目呢 都不少錢的 但是呢 問題就是 究竟那些人怎麼搞呢 根據這些行內人說呢 最重要就是 有沒有心去搞 有沒有心呢 那些人有沒有心去做好這件事 如果不是呢 始終呢 都是見步行步啊 見招拆招啊 這樣樣的處理呢 香港呢 越搞越多人呢 精神科問題 但是他們呢 你的看法就是 跟這個 精神病為一個浪漠點 我看呢 我同意你講的 香港呢 特別精神的人呢 是很多的 即使你隔壁上班的同事呢 可能呢 有這個 就是Bipolar 或者是ADHD 是不是 但是呢 他又未至於 會是 構成你有任何的 生命財產的危險 OK 但是呢 昨天那件事呢 我們就說呢 是等於 佛家的說法 就是暗室呢 萬年的暗室呢 都能夠被一點的光明衝破 是不是 那麼這個事情 你發覺呢 歷史上 你只要有一個人 發明了怎樣點火 之後就一直生火相傳 這些往往呢 其實日本發生了很久 台灣發生了很久 台灣的政殖 大家記得了 就是無差別殺人 而這種無差別殺人呢 他就告訴我 我不是親疏有變 我並不是 我不妥理 我才對你 我根本不認識你的 我根本也不想 嘗試殺人 你怎麼會滋味 我只是 要在這個時候 這個日子 我定的 不是你定的 我定這個日子 我要做一個 大規模的殺戮 它不重要 你是大妻 你是八十歲的阿婆 他親生阿媽 阿媽阿爸在 它不重要 他無差別殺人 而日本台灣的發生 那天有很多學者 有研究這件事 大家發覺這件事 就是去到這個社會 出現強烈的不公義 我們所說的 那個民怨積度很大的時候 就會發生這些事情 其實港鐵用了這麼多年 香港精神病人 這麼多年來 都被禁止的 但是這個時候 是爆發的 這個時候 它一爆發 之後 我們最怕的 就是剛才所說的 新火相傳 它繼續下去 這些事情 很難用科學去證明 但是通常這些行為上面的 一些暴力 或者是慘劇 它是會有一個 剪輯的 就是我們看到那些 學生跳樓 你不說 它隔一會 又有一個 如果有一個 又要跟一個 就是它不知為什麼 它會引起另一個人的動機 這不是我只是說 新火相傳的 對 就是你一有一個人 戴了第一個頭 它就變成感染 好像感染 又很有感染力 那種病 散開去 很簡單 你看副士康的例子 已經知道了 它是連環十一跳 香港現在小學生 中學生也是這樣跳 但是一個人 說我扔汽油彈 或者我弄個什麼 炸藥 PT 什麼 AP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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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總之很容易弄 但是很殺傷力 很大的炸藥 你一開了頭 你真的不知道尾在哪裏結 但又未必一定是 現在的城市 是比以前差的 如果我記得應該 好像二十幾年前 有一個人拿把刀 進去幼稚園 砍一些幼稚園的學生 在香港 那時候 那時候 我試過進去 在地址放火 都試過 是啊 只不過就是 最大問題 我覺得 都是 他們這些人 都 最後發現的 都是精神的問題 比如台灣那個 鄭哲 鄭哲 這個 簡直是冷血的人 但問來 為什麼他會 選擇一個 他自己的出路 他完全不是想做為人 又不是完全為不 他完全是因為想殺人 通街殺人 在加拿大 又試過有一個 搭著 Grey Hunt 搭著那些灰狼車 走著走著 在隔壁 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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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不懂的人的頭 這是中華人 出來 也是 判定他是一個 精神病患者 那我覺得 為什麼 社會會這樣呢 當然 這麼暴淚的想法 一定是有 他的壓迫力 那是不是大陸 發生過這些事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很少聽到 他說 國內發生過這樣的問題 香港為什麼 香港 是不是會 封閉了社會的經濟呢 你有沒有看到 我分享了一段影片 之前在廣州 是很變態 在地鐵裡面 有一個中年阿叔 按著一個年輕人 喪屍地咬 咬得 咬得 咬得臉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在旁邊的做什麼 在圍觀 當然 拍照 拍照 圍觀 拍片 沒有人可以拉開他 其實 那些人在推斷 到底他是撞邪 到底他是吃了藥 還是什麼 因為你正常人去咬 人類的牙齒都不是很尖 你不是貓科類動物 對不對 但是 喂 他真的可以咬到呢 那些人可以咬到呢 那些人覺得 你是不是加了什麼 用了什麼武器 沒有出來咬 咬到那些肉 一塊塊的掉 很恐怖 在美國那個呢 就是吃了一些 興奮的藥 那他就會做這件事 就是咬掉人的臉 但是現在 中國那個大叔呢 我相信他是沒有剃過的 因為在中國是不需要剃東西的 因為整個國家都可能剃了東西的 是 在霧霧當中 混在霧霧裡面 因為那些東西是存在空氣中 一進去那個國家就剃了東西 沒錯 因為你看到呢 我看過那段片呢 就是兩個大叔在那裡吵架 他說你的車騎到我的車 那那個另一個大叔呢 一路之下呢 就不知怎樣拿一塊磚 那麼 那 那 那個大叔呢 一路之下呢 就剃另一個人的頭 連剃十幾下 那那個人是 簡直是整個躺在地上 那他發覺那個人沒有了知覺 就是被人剃那個人 他就當場恐慌起上來了 嗯 就是怕著自己犯謀殺罪 哭哭哭 不斷扶那個人 你不要有事啊 就是他剃完人之後 就是其實那些是一種衝動 我覺得這些 未必是精神病 是 因為精神病呢 要有一個醫學的定義 嗯 我認為那些人呢 他是有一種暴力 還有一種壓力和緊張 嗯 他兩個人之間 你有壓力 我有壓力 不見我阻止你 不是 就是要在某些社會裏面呢 他們認為那種用暴力 去對付一個不傷不適的人 可能是正常都不定 就是我覺得會是這樣 那他很不正常 他才會覺得這樣是正常 因為我 可能我們有些偏差 因為在網上傳那些大陸的影片 可能十幾億人的好人好事 他不講 專門用黑暗片來講 那當然是我們針對他們 是呀 是呀 因為我見到就說 見到有一個車 又有一個女仔駕車 你知道女人駕車比較麻煩 說什麼 是 那些人覺得 然後他又走過去 截了那個女人的車 說媽媽你駕成這樣 然後呢 開到門 把那個女人抽出來 整個躺在地上 又有一段這樣的片 風傳的 嗯 即是那些人呢 譬如說我兩個車 我勸你少看這些片 嗯 是 那你 我看了 我又不影響我 但是我是用一種 人類學的觀察的角度 為什麼有些社會會是這樣呢 但是呢 看完之後呢 你會覺得 即 那段不是假的 我意思就是說 可能那段是有比較主觀一點 或者去挑一些黑暗的東西出來講 但是有時候有些社會呢 那些人的爭執呢 他立刻去到最盡那一刻 就是 哇 你這樣這麼壞 你幹嘛阻礙我啊 我走到你 你打了我一竿啊 然後跟著他又做回一些十倍的奉還 這個 究竟他是不是精神有病呢 我也不知道 他未必 我覺得未必是精神有病 他是不是很有能力去管理自己的情傷呢 未必 多數沒有 多數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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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EQ 很利樣 很明顯不是啦 那你去鄰近地區的感覺 跟你去日本的感覺 都已經很不同啦 但是呢 having said that 就是 這一種你看回是像什麼 像原始人的行為模式 就是fight or flight 就是說 我一去到 engaged在一個 confrontation 的時候 我一是就要跟你抽 我是抽到 我是要搗你 就是我不會給你 OK 有機會 walk out of 這個情況 OK either你死我 或者我黃 就是無合片那些 要不我即閃 因為我閃 就是因為我 評估過之後 我覺得我沒有機會贏 那我會即閃 如果我有機會贏 我一定會打敗你 這個是原始人的模式 原始人的模式 為什麼會是這樣 因為他資源不夠 所以你看回鄰近地區 的確是這樣的 你會發覺 所有的資源 高度集中 在那些什麼二代 你理會他是官二代 還是紅二代 在他們手上 他們真的 一出生那一刻 就已經有了 那些東西 而其他人 是你無論做多少 你都不會分到那邊的資源 是一個原始社會 即使他是 你明明有了大廈 有了infrastructure 但其實 他的生存模式是這樣的 It's a jungle 我覺得他那個 現代化的硬件 你說得對 譬如到處都有一個電視攤 就好像浦東那樣 就是高樓大廈 是吧 中華很多二線城市 都是這麼漂亮的 那些商貿區 但其實那些人 質素 其實是比二十年前還要差 因為二十年前 或者三十年前 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 已經我們捲了話題 不過可以說的 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 那些民風很純樸 譬如說 問路他會幫你 他有時候 他不會計較 或者問你拿著數 而他真的幫你 幫你拿東西 或者是 有些人暈倒了 他會救你 但是現在我想 是 沒有人敢救 但是 現在暈倒了 如果女兒的話 就檢私 撿你回去 你知道會做什麼 如果男的 男的活摘器官 怕他勒索 是 有事那個又怕 沒有事那個又怕 就是一個又怕別人 報局給他 另一個又怕別人 會害他 所以就是 那個提防得很重要 還有 潘先生說了四個字 使我很大感觸 這四個字叫 文風純樸 為什麼文風純樸 一回想找香港 其實在我們長大的年份 都是文風純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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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風不一定要計較禮貌 計較他 讀書 讀書 或者金錢地位 是啊 就算你狂窮的家庭 老爸老母都教到你 有一個禮貌 怎麼尊重別人 嗯 有脾氣應該自制 如果我們小孩子 亂發脾氣任性 我看 都打到你 真的不像人 那個教導 很重要 但是 文風純樸 這四個字 現在慢慢 廢掉了 慢慢去 為什麼會沒有去呢 現在大陸 我就賴民法大革命了 因為 文法大革命 有聽眾都不說 沒有 一定是 將你那些 以前的文風 扔掉 認為那些是 封建的東西 什麼要學 但是 如果不是 比如說 香港 香港這個文風 為什麼呢 這個我又贊成了 有一點點 和你這個商業社會 為利是同有關 現在呢 這個文風 完全看 究竟有沒有利益 沒有利益 就有什麼分 你以為先 沒有利益 就幹什麼 要講風 要講文風 要講自制 要講純薄 慢慢這件事情 一 break through 了之後 就像剛才 你兩位所說 它就 一點的光 就是繼續下去 就啵聲 整個宇宙都光光了 沒有人不怕的 這件事情 除非你不發動 不是呢 新火相傳 那個星星之火 就必定療軟 我呢 看見了這件事情之後呢 我擔心呢 都不是精神病患者的問題 最擔心呢 如果不是精神病患者 都是這樣呢 都是咬緊牙筋 都要這樣做呢 都要這樣做呢 都不知道呢 這個計時炸彈 會炸成怎樣 就是反而 反而 這個很大的計時炸彈 不要小看它 所以似乎我都對 我只是說 在地鐵這麼簡單 如果他是精神病患 在街上一室 如果他是精神病患呢 反而是好事 因為他只是一鑊 就是你不會 精神病患者不是少的 但畢竟不是太多 但如果你說不是 素人都是這樣 因為素人覺得 他所說的東西沒有用 譬如你說西藏很多人 受壓迫 而他是選擇自焚的方法 你看到是經常發生的 是很多的 而他不是精神病患 他走去自焚 他不是覺得 我很冷 我怎樣自己會亂 他不是這樣的 哪裏是這樣的 不是的 我意思是說 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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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 of一個很 很扭曲的 意念去做這件事 他是因為他真的有一個訴求 他以為沒有人聽 而他想 make a scene 而他make a scene 是 他已經不介意 那個 scene 會是 自己的驅體 去燃燒 去達到這個目的 我想這裡有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 我首先要做一個理身 有一些人勸誡過我們 他說 雖然發生了這件事 你依然 我給大家聽眾的討論 你這個政治正確地 你不能夠歧視 有精神病患的人 第一 第二就是精神病患有很多類的 不是說你以為 每個人都是一些 會危害社會的人 就是說如果你因為這樣 而不讓他在社會活動 那你就對他的自由有損 所以要我們善待 或者正確地對待這件事 我就不是專家 我只不過呢 我還有一個客觀看法 就是說 如果今次 昨天在地鐵這個事件 那個 那個 縱火的人 是證實 他有精神病患 其實很容易看到 因為他 他有一個覆診卡 對 有一個覆診卡 說他有這個 暴力的 對 所以 怎樣也好 精神病有幾種類型 哪些有危害 哪些沒有危害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不是專家 但是 公眾一定會有很多疑慮和不安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說 喂 你有時候 那些人未必有精神病患 但是他有一種 傾向是要傷害人 或者傷害自己的 裡面那個東西 就可能很複雜 譬如你說西藏那些自焚 他是傷害自己的 但是他覺得 是被壓迫 而是沒有能力反抗 那他覺得 不如用這樣的方法去表達 希望有人聽到也好呢 那其實可能他 你從一個角度說 他可能是合理的 因為起碼他沒有傷害到人 他在那個 就是那個 拉薩的一個街頭那裡 就是周邊都沒有人的 他就點著自己的身體 那些可能還是一些 憎人來的 就是說他可能是 覺得他承受那些痛苦 是的 就是他有他那個 道德和宗教的 理念去做這件事 我很難去 譴責或者批評他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資格去批評 這個我們有個名稱 這個叫做狂熱 無論是宗教的狂熱 或者是他民族的狂熱 或者是他自己的 passion 那種狂熱 是從這個方式發出出來 那不只是西藏 在以前 在中世紀的時候 宗教狂熱 比如那時候 基督教、天教 的狂熱 那些人 是自己釘自己的 自己賺錢 是 是的 不僅如此 還有很多狂熱 是參加戰爭 參加去拿回 楊薩冷 這個就是 十字軍東征裡面的 一些故事 那這些狂熱 全部就是因為 他自己內心有一種 不憤 有一些不暗 他怎麼表達出來呢 怎麼發洩呢 怎麼表達呢 這個呢 我覺得比精神病患更加危險 呂華剛才說了這個 point 就是香港會不會到一個這樣的 爛戒點呢 後面呢 這個光一射出來之後呢 就變成生火相傳 就多了很多這樣的事 那就是危害了我們的人 我們想辦法呢 我看這些候選人 都要想辦法去 去使整個社會 安靈一點的 那不是70人 很危險 你見這次的特首跑馬仔 特首選舉 就是 我越時間越長 就是越進入 越接近 那個actual的選舉 我的感觸越大 就是 整班人呢 我們當然不是1194的選委 對啦 但是你見那些人的反應 我覺得是很好笑 就是很 很荒謬 我覺得很好笑 我不是覺得 所以很 funny 就是 我是覺得 是很可悲的可笑 你沒有分頭 但是 你要關心 你關心 你當作娛樂新聞 那樣關心 我覺得是很離譜 是不是 你香港過去五年 不夠衰 說真的 你真是衰 不夠 你覺得今時今日 你還可以 以吃花生的心態 去看這件事 覺得很好笑 喂 There's nothing funny about it 還有 最正的部分就是 對不起 我現在開始發牢騷了 就是 為什麼 這個時候 你還沒說髒話 快的啦 我最多忍一會 我那班訪問胡官 我好聰明 我整晚一句都沒有說過 但是我真的 喔 OK 繼續說 你打斷我搞得 我忘記了想說什麼 要 那就是 你荒謬的地方就是 你沒有粉選 你又要當自己有份 你有份 你去評論 你評論說這些事 廢不廢一回事 但是 好像旁觀者吃花生 是啦 看戲 你未來五年 你明白嗎 跟著那些人就說 哎呀 張德江南下 在深圳 就召見了一班的選委 就跟他們說 他們呢 中央唯一熟義 唯一支持的人 就是林鄭月娥 喂 我想問你們 五年之前 中央不能是熟義唐英年呢 對嗎 到最後兩三個禮拜 臨時轉軚 哇 你們這些人就是人養馬 你們這些人就是 哦 因為某人 現在上台那個 那些黑材料 畫得很成功 那些人叫梁振英 那些人 只有一個人上台 自己對號入座 哇 唐英年大滾油 唐英年花心 他是戰人 他是戰男人 哦 那他的對家 一定是好人 你們按不按鈕 說真的 就是 作為一個 蠢到不堪的香港人 麻煩你 你這次也是這樣 你這次不是兩個人去選 你這班人又是 喂 你與其都看了那些飛機文 對不起 我真的很露騷 其實我已經忍了很多天 我想拍這個Facebook Live 但是 很累啊 很忙啊 OK 等待這樣才來包 我真的覺得 你這班人與其在天天上網 看那些飛機文 你不如屌 你正經去看別人的政綱 對不對 你認認真真去看政綱 即 我和你 雖然你不認 你是誰的粉 但是我已經當你 還有很多人做了 類似了你是薯粉 我認 我光明正大 走出來認 我是胡椒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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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明是 這樣 但是 我腳頭不好的 OK 我之前支持司馬民 司馬民就是 自己放棄人選 那你為什麼不支持林鄭 你既然是這麼聰明 你當我燈神嗎 是不是啊 大哥 你都快要有包山王給人吃的 錯 喂 大哥 為什麼在司馬民這件事上面 你們吸收不到教訓嗎 香港 你那些港豬氣死我了 就是 他為什麼要退選 他的政綱寫得不好嗎 他過去很多年 他沒有為香港做事嗎 他做了一個羅生出來 不是啊 就是因為 他因為他承受了羅生 不是啊 是因為你那些粉皮 覺得他沒有機會選到 所以 港大民調他就流後了 他流後覺得 只有0.5% 哎呀 那不要了 我犧牲自己 我承傳羅生 好了 如果羅生現在被人DQ 那怎麼辦 那你們那些人 哎呀 好不可以選鬼佬進去嗎 喂 沒有下一次的了 正如今次 我再說一次 我是胡椒粉 OK 今次 胡國興走出來 一個退休大法官 退休兩天走出來 拋個身出來 說他要修補香港撕裂 你們那些人居然很意識 跟我說他去嫁人來飄 你是不是懵了啊 大哥 他第一個走出來說他選 他戒誰 戒空氣 戒梁振英 戒唐英年 喂 他戒誰 他第一個走出來選 那不是這樣看的 我覺得 我覺得是用一種 當你用一個偵探頭腦去推測一件事的來龍去脈的時候 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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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權發表的意見 對不對 我們也可以同意去不同意 比如說你有一個A的意見 我一個B的意見 我意思就是說 其實 對於我們一些 智商高過某一個年齡的人 我通常說五歲 我們都知道 所有的事情 證明是沒有猜錯 就是說 在一個時間之後 就會有一些人跑出來 其中一個很有信心 我不是說支持他還是反對他 很有信心 曾俊華是會出來選的 即是他那時候未出來選 就因為他連辭職都還有很多問題 那當時也都 我要說回那些事實 就是我們最重要是尊重那些事實 和他發展的那個 chronological order 那個timeline 他當時的timeline 就是胡官出來選的時候 曾經說過很多東西 包括他暗示 說得比較含糊 就說如果曾俊華出來選 如果大家的理念相近 他可以承傳的 他講過這句話 你看回傳媒 看回幾份報紙 那就是說 其實當時是有兩種想法的 其實現在也是兩種想法 胡官和曾俊華 從那個台面上看 屬於同一種想法 就是說他想實現一個大和解 想修補那個撕裂 這個就是他們在那邊的 另外一些人很明顯在一個對立面 就是林鄭月娥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說要延續 而有應付的路線 還有 六八九自己 或者梁振英自己 跟他是好拍檔的 甚至晚上談到很晚的 政策 大家的理念相近 那就是說 林鄭月娥 梁振英 這些 他要用一個強勢的統治 就不承認 或者不想修補那個撕裂 也都不想出現那個大和解 那至於誰是真心呢 我們只有自己判斷的 我判斷就是 這個人 我對他有個疑點 疑點就不可以給他得益 應該給他得益我 這個就是我對胡官的看法 爭 爭爭爭爭 還有我真心是要爭的 我要講幾件事情 第一就是說 比正江 我剛才講過一句話 我再講多次 你們不要看飛機文 看正江 任何候選人都是 不論他是參選立法會 還是參選特首都是 看正江才決定 你不要自己覺得 哎呀 中央屬意誰 我就不會看中央屬意誰 喂大哥 中央上來香港 沒有一國兩制 如果 那你是不是有OK 中央上來香港 上不了Facebook 用不了YouTube 用不了Google 你是不是有OK 你不OK 那你就說你不OK 他為什麼現在要走出來這麼早 是一個未有政綱的人 可以說我們支持他 我們唯一熟義的人選 胡官哥說是對的 為什麼呢? 我想是 大家沒有想一個角度 因為法官想的事情是不同的 他就說唯一支持不代表唯一會委任 你英國選了一個首相出來 他都要找英女王去委任 英女王去給你做首相 那是否英女王會說不呢? 大家連這個事情都想起來 你做什麼事? 你打算自己70歲就會性無能 我們現在要設定 有什麼分別? 即是69歲的最後一天 不用 69歲的最後一天要盡情 因為去到70歲的最後一天 不用了 切了 你們現在我說的那些香港人 是切了 不是 你說70歲他就無能 69歲的最後一天就找10個來陪他 是嗎? 是嗎? 不是 不是 現在我說的那些香港人 是70歲就知道自己用不了 所以20歲就切了 或者7歲就切了 OK 根本你是 一出生就切了 切了 其實如果這樣說 有些人是有這樣的哲理 他說 人一出生就步向死亡 不如一出生就自殺 反正都是去那裡 對不對? 即是如果你坐地鐵 你最後去到 最後是去到條頸嶺 那當然最快去到條頸嶺 中衛經過這麼多地方做什麼? 就是 這就是一種罰計 是啊 我真是火都來了 你知道嗎? 這幾天我一直在看 我一直在看 我一直在看 事實上 但是我一直在看 是不離實就 但是如果他們兩個真的來的話 那我就要訪問 他們兩個在一起 兩姐妹在一起 是啊 師妹 什麼妹妹 妹妹 隨便 這個呢 這個呢 大家看清楚 是 如果你說看政綱 是完全對的 我們呢 如果看 哪個是陰點這個呢 我們有一個東西叫 隔岸觀火 現在呢 香港人很喜歡隔岸觀火 隔岸觀火不止 知道不到他 他還要火上加油 兩樣東西做齊 這樣呢 這個真是壞品行的 喂 他隔岸觀火不要緊 他火上加油都不要緊 還要最興的是什麼呢 再加四個字 道貌岸然 OK 扮演自己是一個世外高人 一世吸你汗頭 我都扑你那個街 是不是有點邪惡的老人 很多啦 很多 不知道 大佬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Winnie the Pooh 現在都沒選到 我信啊 是不是 我 我告訴你 你知道Winnie the Pooh 說的是誰嗎 我現在告訴你 我認為 那個肥仔 他是不選的 因為他不用選 他現在看著你死 為什麼呢 我坦白地說 嗯 我認為呢 這麼多舊選人 除了梁國雄議員之外 其他那些呢 他都沒有理由不委任的 他不要緊的 因為那些人不會危害你 我逐個來說 一個做財政司司長 做了幾乎兩屆 另一個做完發展局局長 再做這個政務司司長 已經在建制裏面那麼久了 有什麼問題呢 另一個呢 就是當年的保安局局長 是不是 現在的行會成員 就是這些全部呢 都是已經過了很多關卡 而是 就是中央政府 就是覺得可以接受 還有一個大法官退休的 那就是其實來講呢 任何一個選出來呢 都不會危害到那個 那個管治的安全 是不是 所以沒有緊要 但是有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 中央政府最不想見到呢 就是我代表自己的意見 就是說香港 是有一種 是一種亂 或者香港要挑戰這個 中央政府的權位 那現在的反對派 為了白票還是不白票 支持這個還是不支持這個 已經自己分裂了 是不是 就是他只是拋一個 所謂的特首選舉出來 認到香港的人 一些在那裡吃花生 一些在那裡互相指慢 那其實在這個時候 香港跟著要造反 要構成一種 令中央不安心的事情 已經不存在了 那就是說 其實他叫做 不戰而屈人之兵 就是說我講了 Vinita Pooh 都不知道幾個人 對不對 至於他是不是需要欽點呢 我看法就是這樣的 原本呢 他是沒有得欽點 為什麼沒有得欽點呢 因為局勢會變的 上一屆那些非建制的選委 是只有180多個 今屆有300多個 是吧 還有上一屆他發覺 他把指揮棒 由堂堂發去梁正英那裡 原來有些人不跟那支指揮棒走的 所以其實在這樣的情況 希望300個再加一些 就是很搜尋 不跟指揮棒 是的 不跟指揮棒的人 他是很難真的要欽點的 所以我們師兄 就是劉三的師兄 都是新亞的那位佐丁山 他寫了那篇文 說得挺好的 他說 因為那篇文是動冊秋 明冊秋毫 他看到 就是說 你記不記得梁正英 從來都沒有選舉工程的 很低調的 雖然他去秘魯見了Vinita Pooh 見完之後 都不知道自己還有什麼 但是突然間 在他被DQ之前兩個星期 又去樂區 又帶支筆 又叫那些小朋友 然後離他那個家 就是離了禮賓虧 懾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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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一幫小朋友 開始這個選舉工程 如果沒有綠燈 又怎樣 突然間一路不做 突然間開始這個選舉工程 但是去到 做了一個禮拜左右 全部叫停 然後兩公伯 假扮沒有人看到 就去了醫院 探一個不知道什麼人 然後在一個臉房 就走出來 然後呢 就傷那些消息 就散佈給建制傳媒 灰頭肚臉 是的 她的女兒病重 那裏就是一個紅燈閃了出來 然後就說因為齊恩也有爸爸 因為家庭的問題 所以我就不尋求連任了 就是說原本沒有燈 突然間有綠燈 有綠燈十多天或者十天八天又變回紅燈 其實呢 你看到這些東西很明顯的 我呢 姐我呢 很懶惹寫東西的 但是呢 我就懶惹是很聰明 很聰明女 很乖的 寫一個小小的東西 就說香港從來 我記得自古以來 或者是自古以來的中國 都是中國領土 是這個永遠都在隔房之中生存 這個隔房是什麼隔房呢 就是中央和地方勢力 你那幫豬兜你信不信 其實現在那些什麼中央陰典 中什麼樣子 阿爺哪個阿爺 你阿爺還是我阿爺不同性的 大哥 我看法和你不同 不如你繼續說 不要吵 我認為張德江南下 張德江南下 他說中央屬意 你代表你自己 你代表西環 你代表政治局 政治局 包不包括 My Winnie the Pooh 一定 我不認為是這樣 老實說 如果 如果 真是坐頂粒 根本不需要事先張揚 這麼早 就已經這麼虛脅的 做這麼大量的宣傳工作 我告訴你一件事 我這樣分析 如果有一個政治局的常委說 政治局的決定是什麼 那應該包括最高的人 就是 Winnie the Pooh 你聽我先說 我要打拆你 我還沒說完 你不知道我想說什麼 你不知道我想說什麼 不過 究竟張德江有沒有去過深圳 還有有沒有說過這番說話 都沒有人知道 因為現在都是一些傳聞來的 張德江和孫出蘭 究竟有沒有出現過呢 有沒有見過五大商會呢 有沒有去過深圳呢 全部都沒有人知道 你有沒有拍過照 它那些是 消息人事話 消息人事話 OK 退一萬步說 就算我當張德江 我真的在南下 真的見過這班選委 我當是真的 OK 你的消息來源 你怎樣可以很肯定 他那個所謂的政治局常委 七個東西裡面 是包括Winnie the Pooh 還有 還有 誰人都知道 Winnie the Pooh和張德江 是兩個不同的路線 兩個不同的派系 你怎麼會認為 這個張德江的西環之處 和Winnie the Pooh是同一條路線 大家這七個都開完會之後 認為只有 所以我就說 不是這樣看的 我的看法不同 就是說 當你開了六中全會 當你確定了核心之後 以中共來說 就應該只有一條路線 起碼 張德江不可以明目張膽 或者 學過某位議員說 是明張目膽 你知道哪個議員說明張目膽 是 就說 只有幾十億這麼少的說 是啊 譬如說 我是人大委員長 我也是政治局常委 我走來跟你說 政治局決定了什麼什麼的了 然後 被所有人都知道 已經不是謠言了 但是那個 扭到後面 這是不對的 你不可以這樣說的 因為在中共的倫理裡面 是不可以發生這件事 但是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 有沒有一個這樣的事件 我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真的有 真的說了出來 而比如說 你是政治局常委 你是人大委員長 你跟我說政治局有一個決定 我是面對面 坐在你對面 我的 interpretation 就是整個黨的共同意志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就會亂 這個違反那個政治倫理 You know what? This is what they want you to believe 但我告訴你 但現在根本有沒有這件事都不知道 Exactly 第一 第一就是有沒有這件事都不知道 第二就是 你怎樣知道 這是一個unanimous的決定 你明不明白 其實你只要你每次判案 或者什麼法庭裡面 你只要不是 大家都是一致認為 就是Hung jury的 你怎樣能夠很確定 這件事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中國特色 是啊 因為如果你是一個西方的民主國家 譬如說 他最高法院的法官 怎樣去判一個案 國會通過的那些事情 總統有沒有否決權 在什麼情況之下 很清晰的 全部都是已經寫清楚了 但是中國是沒有這些事情的 這些事情發生過了 我呢 記得當年 有位耿先生 有位律先生 兩位當年革命演將 他呢 居然又說香港回歸 某些不切 不切處軍 你知不知一說出來呢 他沒有說代表哪個中央 但是呢 他的身份已經很厲害 是一個很重量級的人物 立刻就被鄧小平罵 你罵什麼呢 罵四個字 胡說八道 罵得很緊要的 現在呢 無論這 剛才我們講的那個 是假存勝旨 或者是假存這個 這個統一結結都好 起碼現在不見到一句說話出來 胡說八道 這句說話呢 就是說呢 核心人物還未出來罵 那有兩個可能 一個呢 就根本沒有發生過這件事 核心人物當聽不到 第二 聽到之後呢 原來罵都沒有用 根本沒有人講過 講過 講過呢 為什麼要罵呢 所以這個呢 我覺得呢 都有一個自我安慰 那些人說的是自我安慰的 自我覺得可以的 一個宣傳口號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我用一個平常心 加上一些沒有感情 和沒有立場因素 去嘗試去拆解這件事 我認為呢 就是說 如果 張德光 以政治局常委 人大委員長 和港澳小組的組長 這樣的身份 去正式對著傳媒 對著美光燈說 林鄭是唯一中將可以接受的人 他們整個黨呢 就要為這件事負責 但是如果他遮在一塊布後面講 講完之後呢 到時候有什麼事呢 是沒有人需要負責的 但是你掛過一種吊詭的地方呢 就是說 散布這個消息的人呢 是那些建制傳媒來的 或者一些不是大公文匯 是星島、明報、NOW 這些地方可以檢查 然後講完之後呢 比如說國務院發言人 華春瑩啊 whatever 沒有人去否認這件事 他沒有否認這件事 因為現在他們說呢 五大商會和所有主要的建制政黨 都在深圳給他召費的 就是說很多人見過他們兩個的 你明不明白 但是現在呢 沒有人說 沒有這件事啊 是不是 所以 所以一定是空而來風 未必無因 雕色人士說都是牙煙 好牙煙啊 是的 你說要保密 你說要 證明呢 這個建制 這個這樣的治國 這個這樣的方式呢 哇 真是很脆弱很牙子 這簡直是禮崩惡懷 因為《基本法》第22條 你是不可以干預香港的內政的 OK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又是跌回到這個陷阱裡 到底張德光有沒有落到深圳 有沒有見過這幫人 光雷龍的事嗎 你明白嗎 喂 現在香港人選自己的特首 是 不是一人一票 我知道 但是他為什麼要這麼事先張揚 他為什麼要這麼鋪天蓋地這樣做 就是因為他怕他控制不到局勢 是不是 那為什麼他會怕他控制不到局勢 就是因為事實上他真的做不到 所以就是他陷阱不到 所以他就是要握緊那個grip 為什麼你要握緊那個grip 因為你開始滑 你就讓他滑 你就讓子彈飛 你香港人有些吉士可以不可以 你就讓他飛 為什麼你要配合他台戲呢 你理想他有沒有陰點有沒有見誰呢 你可以有你的民意 你可以說我是喜歡誰 我不理你 你是拜公關工程 因為那些照片拍得很漂亮 因為很會打卡 因為很會做pr show 你這樣去選一個人 到最後你勝貧 你自己勝負 就是任何人的主觀判斷 但是我剛才次官說得很好的 就是你幫人格案官火不得止 就叫火上加油 我再加多一句就是 就是這個杜貓岸言 覺得自己是高人 覺得自己的世事給你漢頭 你什麼都知道 因為你在床底裡 你在床底裡 你就聽到 這個 就是Winnie The Boo的床底 是的 你就聽到這個 就是白臉婆說 哎呀那個 那個我跟妳講 那個老張真沒事 她怎麼這樣下去勝責了 老公啊 這樣不行了 你要出來撐刺他 這樣 你是不是聽到先 你不是 有幾次的 但是你的粉好像好過她 當然啦 我的好粉 真的 喂大哥 你這幫人是不是 你現在有六成多人說 接受 知道林鄭月娥是下一屆特首 喂 一日未發生的事情 一日都可以改 你看看五年前就知道 剛剛說 你這幫人有沒有獨立思考 我真是火都來 吵到爆 剛才你說二十二條 是不是 嗯 又重申 我是胡椒粉 OK 只有一個候選人 就是我支持那個 講到明 他說要立法二十二條 為什麼要立法二十二條 因為二十三條保護一國 那二十二條是要保護兩制 你記住Winnie the pool說過什麼 OK 要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局 五十年 是不是 一國兩制 不走樣 不變形 你有沒有想過這句說話 背後是什麼意思 他說他要保證 你給他保證 你用回他的說話去夾他 你現在去自己 哎呀我們接受下一個就是林鄭 你是不是上腦 然後 好了 再說下去就是 Winnie the pool讀什麼 記不記得 Winnie the pool 他上山下鄉那些沒有讀過 因為他那篇論文 就有很多reference 我知道很多人說他去抄 全部是用英文去發表的 是原文來的 但是據我了解 他那些英文程度應該讀不到那些 不要緊 不要緊 他是不是有讀 他的編語是不是騷 到底他怎麼畢業 我不管 所以你不需要理他 在哪家大學 我不管他是不是什麼 蘇文大學 IFC那家蘇文大學 都不關我的事 他說他自己是讀文 最重要是他現在拿著權力間接受 他說他自己是什麼 是法學博士 法律的博士 Winnie the pool 是不是 他說他是 他說他有很多東西 但他最重要是他有權力 他是權力的核心 都不緊要 一個人 他說他讀法律 他是博士 一個人跟你說 要保證香港特別行政區 一國兩制 五十年 不走樣不變形 喂 信他意 他是核心 給他 你就選一個 又是用法治治港的人 你香港現在最嚴重的是什麼 李崩岳 因為法治 當然無存 為何朱基金 會誘了人家八百多天 還沒有事 我想問 你以為香港 每個人都說賺錢很重要 香港沒有了什麼最嚴重 香港是你怕賺不到錢 香港九七年前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法治 為何今次不找法官治港 你之前試過 雙人治港也試過 公務員治港也試過 全部都在那裏 試過法官治港 香港人 有說法可以嗎 有些吉士可以嗎 你支持你支持的人可以嗎 我還是那句 不要看飛機文 看政綱 麻煩 這樣說 我當然 就不支持護官的 我絕對覺得 如果有票 不可以投他 但我現在不是跟你說這件事 我就說香港人究竟有沒有票 這件事是一個很嚴肅的話題 OK 香港人沒有票 但是你記住 那幫選委 他要有這個選民壓力 你可不可以這麼說 因為今屆有一個特色 這件事很重要 如果誰現在再跟我說 說我都沒有票 那我就說 我就想兜心一份 不過我當然不會 我就說你根本不知道你擁有是什麼 就是說今屆 我們非建制的選委 有三百幾個 這三百幾個人 三百二十五 三百二十七 就是看你怎麼計 有些人計到三百三十九 因為還有 他們那些不是真抱怜 或者不屬於那個聯盟 但是他們不是建制的 他們是很努力 用一些方法去選擇 我們為什麼今屆有一些 不屬於建制 或者不是所謂阿爺子派的人做了選委 是香港那些不肯屈服 希望能夠捍衛香港的自由的人 是用了很大的努力做了出來的 那就是說 這三百幾個人 不要管多少 現在我簡稱三百家 他們不應該代表自己的投票明明 他背後就是香港人的背書 所以這個就是說香港人是間接地有票的 不過你怎麼將它實現呢 就是這幫人呢 送了進去的選委 是成為小圈子一千二百人裡面的四分之一 是因為香港人共同努力 將它放進去 如果到時他的投票 不是follow人民的意願 就是比如說人民有包括 兩個都是人民 比如說我想投曾俊華的 你想投胡國興的 不重要 我們都是普通香港市民 這三百幾個人 應該要聽到市民的聲音 你明白不明白 但是所以不可以說沒有票 但是現在那個巧妙的地方 就是這三百幾個人 究竟他聽誰說呢 他當然不是聽阿爺話 但是他聽誰說呢 我們怎麼可以令到香港市民衝權 迫使這三百幾個人 行使香港市民的共同意願呢 這件事呢我覺得不是吃花生 是我們要做好這件事 我呢那整集呢就是講這件事 你要voice out 你不要接受 你不要哎呀他要來強姦我 哎呀既然我走不掉了 不如我不要反抗了 可能會舒服些 可能他會沒有那麼粗暴 喂你不要這樣想 你voice out你想要的 不論是薯片也好 還是胡國興 還是長毛 喂你租薯根也行的 是呀不緊要啦 隨便啦 OK 因為民主體制就是這樣 但是你要voice out 你不要逆來順受 你不要認為哎呀這些東西是整定的 師傅說我這世人嫁不出的 邪惡老人說我嫁不出 我就嫁給他看 遲早 喂大哥你不要信才行的 你香港人 你出了聲了 這個 但是having said that 我覺得有一個吊詭的地方 就是你不去到這個 就是不記名投票 其實是不見真章的 正如美國總統選舉 到時會出現一些變數的 之前一直都是Hillary 希拉莉領先的 沒有人覺得Trump是會贏到的 但是喂 原來你進去 不記名對著藍色箱的時候 你就投給他 所以就是說 等到那個moment 我是真是很期待 大家的下巴跌落地 就是會有一個 你沒有想過的人出來 選了 贏了 就是你打算 一個黑天鵝出現 另外一個說法 就退一萬步 我退一萬步 我退十萬步 來計 歷史 將來選舉的結果 都沒有我們理想 但問題是我們香港人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我們的所謂民意 我們的民意 我們的心裡想的東西 是永遠在整個下個五年裏面 有效的 這個就是說 你不能夠改變這些major 我們雖然沒有投票權的人民的意義 四點 四點裡面都有一項叫做民意 大陸經常都自己說 這個其實呢 是永遠不能夠剔開了它 不能夠劃開的 怎麼都會在那裡的 所以呢 所以我就不 退一百萬步來講 這一樣東西都是我們自己拿著 自己拿著的一個最好的優勢 那當然 我們如果利用到在今次裡面 就你的制度 就是跟你的制度來選 而能夠使得有一股力量 令到那三百多plus的老友 能夠 懂得怎樣選擇 這個呢 就更好 如果不是 就選不到 我們心目中想到的人 選到那些 我們不是很想上台的人 我們這個民意仍然在下個五年裏面 會發揮作用 不要完全 就站在隔壁 教官婆方向加油 然後就在那裡指手畫腳 然後就說你怎樣 哎呀 真是頂不頂他 但問題是 香港人好像 沒有了感覺的自己 那個能力 這個能力呢 其實都是他給你的 為什麼呢 一國兩制嘛 什麼 楚人自國嘛 你仍然有言論自由嘛 有言論自由之後呢 你還要很尊重 和很珍惜我們的思想自由啊 不只是言論啊 你的言論呢 我們經常都說言論自由 但沒有人說思想自由啊 要有思想才有自由的嘛 喂 講啊 你的思想跟回他的路數 這樣就自軌由 就是根本洗腦了 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已經沒有自由 是不是 我現在看到那個 我現在你說 看到那個政剛 你完全跟回八三一 你還有什麼思想自由呢 你思想自由就是 對他八三一怎樣批判啊 不能夠對他八三一 就是這樣了 你就等局 你就一定要跟十三一 那個想法 來做的 現在其實呢 很多講 二十二條 二十三條等等 涵冷是跟八三一 這個基礎做的嘛 他的思想是沒有自由 你可有言論自由 你沒有思想自由 那等於 一樣是奴隸 更慘的奴隸 在思想上洗了你的奴隸 在思想上戴上你的家鎖 現在香港人就是 只是口默默 你跟金魚沒有分別的 你知道嗎 可能金魚在魚缸裡面 如果你聽得懂他說什麼呢 他可能每天都在喪屌 他都很不憤的 覺得你一個主人很混蛋 但是你聽不到嘛 他就在喵默默默默 香港人現在就是這樣 像你所說 你有言論自由 你不就只是在那裡默默 你沒有思想自由 就是我們講 一樣是 一樣是等於一個木乃伊 等於一個奴隸 完全是沒有作用的 就任你講 任你講 你還要跟別人這樣講 別人指示你這樣講 你這樣講 所以這個就是最 這個核心問題 這個核心問題 看今次的政綱 你就看到了 其實接下來 真的呢 這次 來著《決戰中環》 即是星期三晚 我們的節目 就有安排邀請其他的特首候選人 接下來星期三那一集 就會是梁國雄議員 就長毛上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到時候就 照問 一樣是會代表聽眾 網民的意見去問 為什麼你要出來選呢 你選是不是因為 一個意識形態之爭呢 其實就是你覺得 你不要在一個建制的框架裡面 那為什麼我一直強調 我一直說 就是說要看政綱 不要看飛機文 就是很多很失敗的 你要知道我們收到的 information 往往 九成九的時間 是經過剪輯過的 那個剪輯是 according to 什麼準則呢 就是那個報社 那個傳媒 想你接收的Angle 如果他是Pro建制的東西 那他就不會把林鄭 葉劉那邊的包裝得好些 而其他的東西就會不同了 其實當中我自己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說 就是要看政綱 譬如 包括長毛都說 胡官是支持八三一的 其實不是 他講得明白 他說他 這件事 他到時是要 disregard 重新 gather 民意 再上去present 八三一已經是四年前 五年前的事了 現在香港人的看法是這樣的 我知道的 五個候選人裡面 唯一一個說 不跟八三一框架的 但是很多外面的消息的謠傳 就將他變成是一個 就是pro建制的 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大的誤差 但胡官在八三一那裡 他實際上是怎樣說 你再說一次 你剛才說了兩件事 不用叫我說一次 很簡單 剛剛那一集的決戰中環 我們就請了胡官上來 逐條問題問他 就是把網民的問題 直接問他 你這個小子是茂名正協 你是不是跟大陸過的從事物 他就說他沒有做 因為被人篩了出來 都沒有做 為什麼你要出來參選 這份是壞工 他說這份不是一份工 這份是一份市民 I owe allegiance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I owe allegiance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接著他解釋 為什麼他要立22條23條 為什麼不跟八三一框架 還有香港人最關心的 比如說這個房屋政策 我也是說八三一 八三一無論過了多久都好 他是人大常委的決議 我意思是說他有他的說法 但他是法官應該知道法律的常識 人大常委給了一個決議 而那個決議是有制約性的 不會說因為過了十年之後就失效 我明白 那你憲法都改過 你美國立國之後 你要改過才沒有 你不改就還在 所以我不是說你不要聽我說 你聽回決戰中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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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聽了 但我的意思是說 以八三一為一個基礎 或者由一個出發點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上是可行的 以八三一為一個基礎 然後跟著什麼都不動 那就推不了政改 應該是順利 你要聽聽我讀這個明報制圖 裡面講胡國興 重啟政改八三一的說法 他說重啟政改並於任內完成 大幅增加選舉委員會選民基礎 增加代表性 政改在八三一框架下 要尋求共識是圓目求如 政改若跟八三一框架 就一定做不到 這個是我照明報制版講出來 這個意思呢 在我接受的時候很明顯就是反對 明白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 因為這個東西我要再去沉澱一下 為什麼呢 就是說 我不是法律專家 因為 胡國興是大法官 但是我的理解就是說 八三一是人大常委的決議 它是binding binding 就是說 因為你說 我不同意它 但是我可以自己 在另一個起點裡開始的 這件事情 究竟在憲制上怎麼執行呢 我搞不清楚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現在今天 沒有難 但是 因為這樣 所以 在《基本法》23條立法裡面 有另外一個 summary 他說 為23條立法保障 一國的同時 建議《基本法》第22條立法 防止中央干預香港內政 這個呢 就是 從剛才你說 它是尊重的法律 但是用法律和法律之間 就是有一種交換 不是 看看 什麼叫做優先 哪一個是重要的 就是party 就是他說 23條就是你動我的 22條就是我限制你的 那我們可不可以兩樣做了這件事 再做這件事 我聽下去 就是兩樣東西是conditional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但是呢 既然是party 這個沒有講明 嗯 但是總之 就是 關於831那件事 我們要慢慢講 我今天覺得 我們要尋求一個法律的專家 就算胡官他一面支持 我覺得 人大常委的決議 可以不在那裡開始的 可以在另一個起點開始的 我覺得 你到時怎樣推出來呢 就是你現在可以說得很好聽 你說給我一億 到時你都沒有那些錢給我的 我怎樣可以相信你呢 是不是 我覺得有一些事情 不可以現在說服到我 這樣推 是那天車會動的 很簡單 我也是那一句 我們在座三個 聽眾不知道 聽眾可能有大律師 有法官在場 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三個 絕對不是法律專家 OK 而我們現在說的 就是候選人 胡國興是一個退休大法官 而他是有理有折 那樣樣 那天在座 OK 決戰中環的 我們四個人 包括蕭公子和蕭韜 他有法律的訓練 我們在座的人 是be convinced of他講的版本 就是說 他不是說 我有能力推翻 他不是這個意思 他是說 因為 法律其實是跟時間有關的 就是說 那個社會的演變 世界的不同 OK 他會拿著到時香港人 come to agree 的一個版本 如果他做了特首 大家同意是怎樣 為什麼八三一不成功 因為八三一是真的不成功的 他出來的時候 他說 喂 要601個人 OK 去支持那個人 才可以參選 那你泛民一定不行 你想想 我解釋 那些人呢 就上街了 就有雨傘運動 社會就開始分裂了 那所以就是說 大家尋求一個共識 大家覺得 有什麼方法的政改是可以成功的 他拿著這個proposal 上去跟中央說 我是中間人 這個是我得出來 是rework的方案 請你批 我得到的 聽到的意思 但是當然 大家可以聽回那一集的 《決戰中環》 剛剛那個星期 聽回他本人怎麼說 我想這樣的 我們市民會判斷 如果我們真的要投票 我會很謹慎 就是你告訴我 You offer me the world 你說給我全世界 給我一億 給我皇帝 你到底能不能給我呢 因為我的看法 就是我很務實的 831是認為香港很反感 所以這個是產生雨傘運動的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這個絕對對的 因為831本身是不合理的 是不公義的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831是人大常委的決議 人大常委呢 在法制上是有一個角色的 那個角色是 無論有多少民意 是不能取代的 那就是說 如果作為一個負責任的 特區政府的行政長官呢 你不可以說 時間上推了一些東西 這個就跟我理解的 法律常識是不同的 法律常識就是說 當你頒布了一個法例 或者下了一個決議 而那個決議的法律的約制力 除非你修改了那個決議 就是說 如果人大常委 那就是尋求這件事 為什麼今時今日 次官不娶兩個老婆 你不是四個老婆呢 是不是 就是因為 那時候已經實行了一夫一妻制 那這個大家去判斷 以前中國自古以來 是可以很多個老婆 但是後來立法就不行了 所以就說社會的變化 但是你要修改大清律例才行 你一天不修改 一天不修改 它仍然是有個大清律例存在的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831這件事是人大決議來的 香港人的確是很反感 但是如果你要令到這件事不存在 不可以說時間久了就不存在 你一定要將人大的決議 人大常委的決議修改了 他才會消失 他不是說的 我贊成你 我們近時都是用這個方法來處理的 那個法律 那個法律 是這樣說的 previewing 就是這樣 現在就要這樣做 我們很不喜歡都要這樣做 但是 我覺得胡官說少了一句話 如果你是 你說了這句 我就覺得很心定了 我都覺得 例如我是他 應該會這樣說 我都覺得 831 香港人很多是不喜歡的 不喜歡的 現在呢 previewing一定要做 跟著做 但是 我有一個很重要的責任 就是將這個不喜歡的意思 沒錯 再找到民意之後 情報給你 然後請你再考慮更改 因為這件事不是香港人的民意 他應該說完這句 這句話很重要 他有說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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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很重要 我有 我真是說 為什麼我一直都說 大家聽回《決戰中環》 原因就是 不要問我 以我的記憶 跟著我又漏了些東西 你不就聽回 Exact wording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這樣說 為了要公平一點 我們覺得每一個候選人 包括梁國雄 如果他入到的話 或者他入不到 我們可以訪問他 就是說 一視同仁 還有幾個不見經傳的人 都會說差距 如果我們要跟他們說 你覺得八三一是怎樣看 然後如果你說不合理 那你用什麼方法去做 現在我初步看 這件事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說 如果你成為特首之後 你就會將香港的真正民意 如實反映 然後希望中央可以修改 你聽我說 Gordon 首先就是說 《決戰中環》 有請到特首候選人上來 請了一個就是胡官 第二個是長毛 其餘幾位我們正在約 約到上來 我一定會問這些問題 但你不要要我 由我把口去回答 我現在不是 你剛才一直想我 代表胡官去回答你 我沒有辦法代表他回答你 我一直都是說 聽回節目 聽回他本人怎樣說 剛才次官說的那件事 我可以告訴你 胡官絕對有說過 他有說 我是會Gather 香港人的民意 上程中央 告訴中央 這個是香港人的意思 而到時 中央肯不肯批 就是中央的事 但他願意有這個承擔 他願意去做這個工作 他也有說等等 就是如果政改 依然在831框架之下 他不推23條 他有說這件事 其實我想我要澄清說 因為你剛才就是 我的理解 你就好像複述和代表 雖然你不是代表 你是說胡官怎麼說 所以胡官說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聽眾 我們要說一件事 就是我們同意 也都是欣賞 阿呂王 是這麼投入香港的事務 以及他很積極支持任何一個候選人 這個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想 作為觀眾 冷靜地說 你說得很好 但我也不是說 叫你代表他 你要先了解我 我意思就是說 你聽我先說 我們最重要的這件事 就是給一個 當然他如果不要 是他損失 給一個公平的平台 所有候選人 你們就這件事要怎樣說 都是由他去說 由他去說 是吧 那我們這個辯論 或者這個討論 其實不需要繼續 因為裏面有很多法律的事情 我們不可以在今天裏面解決 你見我剛才已經說 我說在座我們三位主持人 都不是法律專家 我們沒有讀法律的 可能兩位有 我沒有肯定 但是我一直都是說 你要知道他怎樣想 你聽回他的說法 但我們今天不是決戰中華 去回聽決戰中華 聽回他本人怎樣說 我將我記憶所及的說一次 我都會有遺漏的 我記得的版本 我再說多一次 就是在831框架之下 不會重啟政改 亦都不會立23條 聽不聽到 如果他上任做了特首之後 他會把香港人同意的方法 拿上去中央 請中央同意批示 如果不行 到時再尋求方法 但這樣的前提之下 是不會推行23條 他是積極要尋求22條立法 而不跟831的框架 這個是我覺得 我認為 泛民應該選擇他 我們香港普羅大眾應該支持他的理由 並不是因為我認識他幾多年 或者是我和他有什麼交交情 並不是這樣 是因為831是不行的 是因為我們不要大陸干預 所以我支持他 因為我覺得這些事情 是他有個承擔 他有個膽識 他說他願意去做這件事 我支持他 那我就覺得 應該這句話要說出來 剛才我都講完這句 我反對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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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阿潘說過 你剛才都間接說過 直接說 就是說 如果就算你不能夠選到 都要直接說 我反對831 而這件是一個必要做的事務 如果你參選 我完全同意 還有我覺得 大家要明白我的意思 我說人大常委有個決議 這個決議已經成為一個現實 引起 不是完全 但是這句話是引起雨傘運動的主要原因 不是唯一的原因 我個人認為 這個831決議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不過 這件事已經是擺在你眼前 有舊索 有舊索 這樣叫做人大常委的決議 我們一定要 如果我是一個特首的話 不是 我是一個特首的話 我們一定要對付這個問題 就是你要對付 對付一個存在了的人大常委決議 這是第一點 對付香港的民情 是反對這件事 這是第二點 對付什麼叫做公義 什麼叫做不公義 這是第三點 我們一定要處理這件事 但是我了解 就是我不可以幫任何一個人說話 我理解就是 林鄭說 五年都不搞政改 是 這樣就是完全是荒謬離譜的 這個人不能選 對不對 選了他就是災難 但是如果是我理解 當然要找他上來講 譬如說 曾俊華 他認為 他認為 用831 作為一個基礎 但是要有各方的讓步 最後呢 就得到一個方案 這個所謂各方的讓步 不是單方讓步 是各方的讓步 就是說 這個831 作為一個起點 是可以更改的 如果不更改 那個政改也不會成立 是不是 因為你要有一些妥協 就包括中央政府的妥協 中央政府的妥協 就要從831那裡退下來 要改變那個事情 不是不可陷動的 所以其實在精神上 是很類似的 但是我們不可以 幫那個candidate說話 我覺得 香港市民要判斷 就每一個candidate 就著這幾個條件 每一個候選人 他要說他究竟怎麼做 起碼我現在看到 胡官說出來的那件事 合情合理 有機會做到的話 是一件好事 但是林鄭說的那件事 是完全狗屁不東的 五年都不推 那怎麼辦 永遠都沒有 是不是 這件事簡直是荒謬的 你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好 因為我們起碼不會 做一件事給你 但是什麼都沒有 就更差 所以我就說 現在還有其他人 譬如說梁國雄怎麼看呢 譬如說葉劉又怎麼看呢 我們今天不幫他們討論 因為我們不是那個候選人 我覺得他們應該要 是很公平很透明的 把他們每個人的建議放在那裡 然後我們 大家可以從那個標準 做一個判斷 我覺得 貝騰我覺得應該很率直 因為 你在面對 不僅是那千幾個選委 全香港市民 全香港760幾萬人 要很率直 直接 現在很多人的說法都是很有技巧的 是的 我不想要那些公關的東西 我們這三個人 雖然沒有 但是我們已經盡量用了我們言論自由 思想自由的方式 直接 不會暗藏 不會間接 沒有間接 直接 我是這樣就這樣 這個呢 我亦希望那幫候選人 能夠直接 直不甩 一句就到底了 沒錯 我呢 我呢 FORUM 我就 有份找到 所以呢 我就擺明 借個平台在這裏說的 就是 Crossover第二個節目 幫另一個節目做宣傳 因為也是我有份做的 就是《決戰中環》 我們公開請了所有候選人上來 他想不想來呢 是一回事 到時候 林鄭 林鄭說 我這麼高貴 我不會去你那裏 你是網台來的 我不接受訪問 那是他的事 那你就不要解釋 你就忽略民意 好了 葉劉她說不來的 不要來 但是我們全部 一事和人 我們做了我的部分就可以了 是的 沒錯 你來不來不理 我做了我的部分 我不會不給你機會 我們不能夠勉強別人的 是的 我會負責問的 OK 對的 這個完全正確 因為我們責任一點 不理我 我喜歡不喜歡林鄭 我喜歡不喜歡葉劉 或者我喜歡不喜歡胡蘇 喜歡不喜歡梁國雄 不要緊 我照樣會把網民的提問 照問當事人 尤其關於831 即政改 關於23條立法 香港的民生議題 例如房屋問題 這些很重要的 所謂的重中之重 我一定會問 而我計劃做的 如果我們有天大的面子 可以請所有五個都肯上來的話 我是會做個懶人包的 OK 我的懶人包就是 我by topic 剪一條片出來 麻煩各位聽眾 幫我狂share開去 因為譬如我現在已經有 胡官那條片 他怎樣看831 OK 他說他不是推翻 但是他找一個新的方案 走上去跟北京講 這個剪了出來 可能三分鐘 可能五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好不可以自己講 因為你複術 就未必準確 Exactly 所以不要叫我複術 都是那句 聽回 聽回 但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我們一定要繼續追下去 時間夠了嗎 阿寬 阿朱先生 我們還有七分多鐘 我們可以還講 不如講我第二個 topic 我意思是說 不要再講831 我們可以講特首 阿寬先生有個 topic 很有趣 有個老友 居然在香港做了一個人獸奸 令到一班 那些愛護動物者很生氣 因為這個 在香港來講第一次聽到 以前我聽不到 這個轉得很快 但剛才我們真的講過這個 我真的覺得很荒謬 聽到這個新聞之後 但不知道怎樣反應 不是啊 你這個雞年發生什麼事 雞年一開始 其實雞年一開始 雞年一開始 雞年一開始也不久 因為2月3日才立春 是不是 你一開始就整個 七樓 你走過人壽間 然後去火燒地鐵 這樣 哇 今年怎麼熬呢 這個是一個地盤工來的 他就抓到法庭審的時候 他可能覺得記者的鏡頭 令到他不安 就會打了記者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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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這是一個不文明的行為 就是當時都說不對 非常不明的 那這種行為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直到今天在香港 這個社會 已經進步到大都會的公私社會 仍然會發生 真是令人驚訝 就是慚愧及驚訝 沒有可能發生的 那為什麼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是什麼 什麼的社會 這個 國之將亡 必有妖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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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之將亡 必有妖孽 我不懂分析 我只是覺得 這個人他本身的思想 還有他 我想他傳了一些問題 那些問題 可能我們幫不了他 但是我 我覺得就是說 現在那些人 你不可以說 我不想像那些人這樣說 西風日下 不是這樣的 就是說 可能是一個個別的事件 但是這些人呢 他們是沒有一種同理心 只能夠這樣說 因為其實 每個人 我很坦白這樣說 我們讀過 少許 或者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 每一個生物都知道 他們是有存在各種慾念的 就是 性慾是其中一種 食慾也是一種 是不是 他要那樣東西 就想有那樣東西 但是 人和其他動物不同的地方 就應該是 他要那樣東西 其實他經過一個思想掙扎 有一種的取捨 然後決定 可以壓抑了那種慾望 所以我就覺得 大部分人 我們知道 為什麼會有文化 有規範 有禮樂 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精神 力量去壓抑那種慾望 就是人和人都可以壓抑 是的 理性的力量 而且他還不是人和人之間的慾望 他是去超越了那個物種 去了另一種物種那裡 是不是 然後把慾望加到那個 無法反抗的另一種物種那裡 這種東西簡直是瘋狂的 所以我覺得 人的某個底線是崩潰了 只能這樣說 我不知道 這麼多分析可以不可以 我覺得 這個令我想起大約四十年前左右 一個問題問我的 這個問題就是當年 法律改革委員會其中一個 member 我不說他的名字 法律改革委員會裡面 那時候就是講究竟 和性戀因因合法化 那我呢 那我呢 就和Paul Dan 一樣 首先要先拿一個definition 先拿一個界定 先 我問這位委員 那你怎樣界定 叫同性戀合法化 當年 四十幾年前 那他呢 就只能夠用一個字 英文字來代表 叫buckling 叫江交 原來我和你兩個拖手仔 談戀愛不是叫同性戀 而我和你發生江交 就是叫同性戀 所以這件事 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就是說 譬如說 如果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江交 那怎麼辦呢 那他又不是 這個不算 這個不算 那就很奇怪了 這個應該結合下去 這麼說 江交不合法化 或者江交合法化 在那時候呢 四十幾年前就討論 但是呢 很奇妙就是呢 有些人將這件事呢 上綱上線 他說如果准許 或者是合法化了江交之後呢 就會使得秀交都會合法化 嗯 那秀交就是剛才我們發生的 一件醜聞 那這件事 在我來講呢 那時候因為四十幾年前 我讀這個哲學呢 有少少邏輯的訓練 就覺得這個呢 並不是一個邏輯的推論來的 是啊 不是等於 你江交合法 就等於秀交合法 不是等於的 不是雙等的 不能夠類比的 那我就提出了 但是他說呢 當年呢 在這個委員會裡面呢 居然呢 很多人呢 就是這樣講 就是說呢 你容許到江交合法 就是後面推論到呢 將來秀交合法 所以呢 我說 如果這樣推論呢 只能夠表達呢 當年你們那幫委員呢 裡面 有很多人愚蠢的 愚蠢的 沒讀過邏輯 那麼我都 無可放告 我都不知道怎麼樣了 那個邏輯本身是不存在的 你不可以這樣推論下去 啊 但是呢 那時候呢 在那個 法律委員會改革 法律委員會裡面呢 就是有這樣的聲音 這是千真萬確的事 那最後來呢 這個聲音當然是 經不起邏輯的 就是我們剛才說 理性的審判 那最後呢 就講不完 是 但是呢 就慢慢呢 將那個 江家合法 就變成 現在呢 就是叫做同性戀合法 的一種呢 法律了 現在這個委員會有准的 問題呢 當年呢 是不准的時候呢 他又不敢說江家 又被委 當年呢 叫做粗獷性行為 大家有沒有見不見 是啊 那時候有個督察離奇死亡呢 還有就是要傳它 跟這些有關 是啊 有個大法官 有個大律師 都很喜歡這尾的 是啊 被人呢 我不說名字 我忘記了他的名字 其實呢 我看很多不同的宗教 古今宗外不同的宗教 都是齊昌禁獄的 是啊 很少人解釋為什麼 從我知道的版本呢 就是 因為他就相信 你的能力 就是循著你一條 所謂的宗脈 去遊走 那如果你不斷地在下面走 那他就迫不到他上去 OK 那他就迫了上腦 那個腦思維 又會變成什麼 那他呢 就是說 你把下面鎖住了 不在下面流走 就是印度說Kundalini 其實他就迫他在梵月裡開 那梵月開了 那梵月開了 那天地都通了 這樣 那就不要浪費了 OK 那你發覺呢 由於這個不想浪費了 因為你想證這個 就是宇宙的真理 到後期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道德審判 OK 就是你問我就說 很簡單 你徵求到對方同意 對方同意是同樂的 那我覺得與人何有的 但是首先這隻狗女 他同不同意呢 你問不到他同意 是啊 這個就是個關鍵 這個就是關鍵 為什麼那些戀童的人 是會判以重刑呢 就說那個小孩不是一個 因為那個小孩 沒有一個思想 他就有思想 他沒有那個能力去抗拒你 是啊 無論精神和肉體上 都沒有能力去抗拒 或者是抵制你 所以這件事是對他不公平 這些是強姦的 對方同意 你硬來 無論男還是女都是 不一定是男人 但是英國法律呢 女人可以強姦男人 其實我常常覺得 女人強姦男這件事是很難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會實行到 為什麼會操作到 是啊 就是有這樣一個案例判過的 我是將那個看書之後 那個分享給呂王 我在另一本書 講禁慾的書裡面 它講這個理論 它就不是好像你剛才講那個直線 一個直線的問題 它是講人的理性 有一個自控控制力 就是剛才我之前講那個 人有兩種 食與識 都是應該自己控制到的 如果控制不到 這個世界就亂了籠了 任你點都可以的 為了食 為了識 你就任何文明 任何的規範 你可以完全理 那為了呢 怎樣可以使到 你能夠證明到 能夠控制到你的食慾 和食慾呢 其中有一個呢 就是叫做禁慾了 禁慾其實呢 其實是一個去到很極端的一個自制能力 尤其呢 那些信奉了上面有一個能力 一個超自然能力 無論是什麼宗教看 一個超自然能力 能夠使到你控制到自己的性慾 這個呢 就你從事證明著那個超能力存在 就是說呢 你要借助那個超人 超自然能力 來幫你手 控制到你的性慾的自控力 所以呢 很多宗教裏面呢 都是崇尚這個自控力 就是禁慾 當然呢 譬如說和尚 禁慾吃東西的 他幹什麼吃的 餓都不吃 控制到的 吃東西 在天主教裏面呢 七宗序裏面呢 有一個 就是 暴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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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體 一個自製能力 以前是靠上天的超自力量 現在我相信人的理性是可以做得到自製能力 但如果做不到 你懇求上天的自製能力 我已經不反對 我也相信有些人是需要的 需要有這樣的 例如恐懼死亡 這個有很多人說他可以做得到的 但很多人 大部分人都是依靠上天次與他的超自然能力 才可以免除死亡的威脅 宗教的解釋 對一個超自然能力 我不用宗教 我用一個超自然能力來表達 這個是我從另一本書看到的 但我覺得 我在想這件事就是 你怎樣去解決你自己的不論是食慾還是性慾 其實是一個很個人的事情 但你聽回古代的禁慾 今時今日的禁慾 不同的宗教禁慾 第一是違反自然 我想這件事不用咬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他如果 像你所說 他有自己的理性的方法去解決 而不會搞到人的 是不是 其實 這是現代的人的思想 但是 當年沒有這個思想 還不相信自己的能力 是的 你見到很多那些 神職人員 走去亂童 搞小朋友 因為他們連自己解決的權力都被剝奪 如果他是 你不可以圍徵在地的 你可以自己解決的 你像探長一樣 解七次都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他真的嗎 你問一下他 不是 給這個環環就是 我和他熟的嘛 OK 在舊約政經裡面 這個叫做俄男主義 嗯 就是舊約政經裡面的俄男 叫做俄男 這個人就跟老婆不幸防 寧願白標 標到牆上都不給老婆 是 不喜歡的女人 他就不喜歡 就寧願 遺棄了他都不愛 遺棄了那些精液都不愛 這個就叫做俄男主義 有這個章 嗯 嗯 時間了沒有 那我就覺得很霸道 那我就說了很多衝水 啊 什麼 是啊 我貓馬上來搞你 你一說這麽色的事 是啊 我自己一說這個 我不是說你啊大姐 我不會說你啊 我講 嘩 他找個屁股得住你 是啊 我貓現在拿個屁股得住你 你知道嗎 這樣吧 其實呢 剛才我看過監製的訊號 時間到 隨時都可以結束了 但我們說了這一點 因為師公說了一半 是的 那我們才是完整的結束 或者呂黃又做一些評論 總之anytime都可以結束了 OK 這個不是就是一神教的霸道 很多次公說你問我啊 OK 就是我自己個人意見 就是上天上帝上主神 whatever you call it 就是他連你怎樣解決你自己的欲望 他都要有誓 不過這裏呢 我覺得是一種霸權 我有一點點補充的 是 就說Christianity 是 包括羅馬教 羅馬天主教 和後來的教 教 道德教 新教 他最初呢 那個禁慾怎麼產生呢 就是在羅馬教庭裡產生 這個不是一種宗教的理想 嗯 這種呢就是因為那些神職人員 他在政治上有很大的權力 那因為他有很大的權力 如果他有後代的話呢 那就會產生很多那些政治的權爭 是 那所以如果逼那些神職人員 他們是禁慾的話呢 他就沒有子女了 沒有子女的時候 又不需要有那個傳承的問題了 變了呢 就變了就是在那個權鬥裡面簡單一點 但是在同一個時間呢 他政教合一的嘛 那那個教皇呢 就可以是拆封或者是加冕給那些 各個諸侯或者君主的 就是你看到拿破崙呢 第一世呢 在這個羅浮宮裡面呢 都是在那個教皇手上 拿到那個很出名的名畫來的 就拿到那個皇冠的 那就是說呢 其實這個有一個政治的取捨在背後 就逼那些神職人員呢 是禁慾的 不是因為聖經要他們禁慾 是嗎 是 聖經沒有說過 沒有說過這件事情的 所以後來宗教改革之後呢 我覺得合理很多 你剛才說的禁慾呢 剛才你說過是對的 但是呢 因為之前呢 是發生了很多呢 這個慾望啊 引申的很多問題 比如 有私生子 沒錯啦 而又給私生子自己做教皇啊 嗯 又試過呢 有分開了兩頭或者三頭 甚至三頭 都在做教皇啊 也試過又是講 女教皇 生子在街上 這個呢 就是你越禁越離譜 越禁越麻煩 是不是 就是有時候有些事情呢 就要由我們角度看 有很多事情聽啦 是啊 那麼 謝謝啊 潘Sir 謝謝啊 次官 師兄 次官 就是我生涯師兄 是 再聽回 再聽回多一次 胡官那個呢 然後就 留意是不是這個星期三的 長摩啊 是啊 聽一下長摩又怎麼說 好嗎 這裏呢 都可以買廣告的 我FORUM還有節目 叫孟丁哥呢 嗯 那我那裏呢 喂 孟丁哥 孟丁哥 每次都找些美女來 不要這麼多孟丁哥 你也要買孟丁哥 但是這個節目是男性主導的 我們找到很多 就是政治事事為主 我想我們 我考慮下一次 找一些憲法的專家 或者在政治上留意的東西 我們看一下 如果在831框架 你說沒有就沒有啊 用什麼方法去處理 還有那些特首候選人所說的話 我都可以大家辯論一下 因為我們都是關心同一件事 因為這件事不是說 不是說 胡官說的話不是不合理的 但是我都想有一個正確認識 因為我們不是法律之間 沒錯 沒錯 所以就說大家聽上一集的 《決戰中環》 也都留意接下來我們的節目 沒錯 所有FORUM的節目 沒錯 《決戰中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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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是的 喂 韻智你講的什麼叫桃花 一波那些嗎 好 《決戰中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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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那我們努力點再做好些節目 好 很多謝你們 好 拜拜 拜拜